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种难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是从我上小学的时候 我看三国演义 看刁蝉 这个好像把刁蝉的原来的主人是王冲 然后到了吕布 然后又到了董卓那里的 我看得特别难受 我可能想冒充红颜知己吧 我就觉得就把一个女性 而且还是一个美女 让她充当这么一个角色 太残无人道了 我就是从这个意义上 现在呢 赵鸿侠呢 在这个判以前吧 网上有一个舆论 同行赵鸿侠 我认为赵鸿侠是反腐的 大习的网民都同行他 当然说这里他有讹诈问题 有这个叫什么 敲诈 诈骗 诈骗 有诈骗 色诱 色诱诈 诈骗 色诱没有这个刑法上没有色诱 但是诈骗有 有诈骗罪 但是这个处理也差强人意 因为就是给他判两年徒刑 让他缓息两年 本人表示不上诉 那其实他这个 就算行了 他也没有真正的牢狱之苦 但是我就说 怎么会有这种事呢 而且就是 您为什么觉得怎么会有这种事呢 我就说 因为我就觉得 可能我是不是小自私想 我就觉得一男一女 尤其要是跟一个美女 要是相爱 这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男还女爱 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事情 对 是一个很 其实也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对 那么人类社会生活里头 他牵扯到一点经济问题 这个我觉得也 也就罢了 为什么呢 当然你得考虑 说他可以这么说 我如果爱你 哪怕你是叫花子 我也愿意跟着你 但是你要是嫁一个叫花子 或者取一个叫花子吧 反正还是有一些障碍 是 如果我知道 你有正当经济来源 您家里的还有80平方米的房子 那我就放心一点 我觉得这也还能理解 但是这怎么变成一手段了 这个变成间谍了 这过去叫仙人跳 就是仙人跳 解放前有社局 就是仙人跳 弄一女的跟你睡觉 然后扮演男朋友 当场捉奸 然后你要小心 就是有的人在网上 现在搞这个 一不留神 就进了这个仙人跳 就是网上一个女的跟你聊天 约好了到这个酒店开房 有的甚至一样 就睡过一次 然后几个月之后 再约你来 来的时候光机大门 踹开 说我是他老公 怎么怎么 把身份证什么 照了相 拿钱 我跟你说 这个要是光在中国发生 咱们还好说 这是世界性的 美国 你看我 莫里埃的那个 俊友 就是漂亮的朋友 漂亮的朋友就是这样 他就是一个不择手段的人 他就用这种方法 来搞他的政敌 现在全世界搞政敌 用这种方法都有 法国那个叫什么 世界银行的那个 那个什么总裁 是什么 反正也是头 老板 Boss 不也是这样 在美国先被抓住了 说是他有性侵犯问题 连前不久 这个叫什么 莫多克和邓文迪 这个离婚都闹出一些谣言来 当然肯定谣言了 什么谣言 我也真谣言 就是感到脸 眼睛两眼发光 就是说说是邓文迪 实际上是色诱 实际上背后呢 就是他是情报 就是中国情报部门的高级特工 去色诱这个 当时怎么就红酒 就正好撒那了呢 撒在那个谁身上了 包括在他怎么没多少钱的时候 就坐商务舱 不是先诱了一个高管吗 然后又怎么着 到最后到了香港 又是一个碰巧 又色诱了这个谁 那看来在我情报部门眼里 莫多克身上的情报炸的差不多了 对 就是后来可是说这个 又没想到一个意外 怎么莫多克突然猛不防 爆出来要离婚 说号称说总证 说总证都乱了 因为这是总证的特工 估计是他彻底谣言 就是说大家都有这个思路了 现在你知道吗 您说这所以这赵叫什么赵红侠 赵红侠 我我我倒是也是看着 我也觉得很难受啊 因为我看的就是简单的看了一下 他的资料 他真是一个就是很穷的家里边出来的 家里没钱 父亲很早得癌死了 然后他其实原来是个老老实实的 就是功课不好 所以上不了什么呃很高的呃大学 什么都上不了 就坐公交车的售票员 而且还有老老实实干了好几年呢 不是说那种心眼很活的 马上就要挣大钱的 后来好像是因为什么不知道 就是说已经干了四五年了 还是那么低的收入 就想去找一个别的工作 一找也不怎么就找到这个 就是这做诈骗 公司的这个人叫什么 我忘了 然后两个人据说还是有了感情 叫宵夜 宵夜 说俩人他变成他的一个婚外情了 然后就为了是不是就为了这个宵夜 宵夜就是要他来挣钱 这就是您说那种狼心狗肺的男人 就你要是一个狼 有点怜香惜玉之心的这么一个男人 说哪怕是我包养的一个二奶 我也不能把他再借出去 再去赚大钱 看显然是这么回事 而且听说好像就是这赵宫霞 就炸了这个雷征富也好 什么别的官员多少钱 他都不知道 他都弄不清楚是多少钱 就完全是一个被用 利用的这么一个工具 咱们中国历史上有四大美女之称 这四大美女都有类似的 不是都 咱们就慢慢的说 一个是貂蝉 咱们帮他们说了 我说貂蝉这个太可怜了 是不是 他成为王冲的一个工具 一会儿就成为 而且貂蝉还 我弄不清啊 貂蝉怎么他还做的这么专业呀 就跟那个在科格勃 那个什么 或者是中央情报局受过训练一样 他那完全是专业水平的 那个他那个挑拨这个 这个董卓和那个吕布的关系啊 能达到做的这么天衣无缝啊 这么星云流水啊 我觉得是小说家 作家的功夫 但他实际上他有问题 他有这个经历吧 有没有啊 刁蝉 有原型吗 这是一个是刁蝉 还有这个西施啊 西施另一种 他不算色情间谍 算卧底啊 卧底 他没有提供情报 他就是把他迷入 狐狸精 对被当成献礼 被当成献礼 对了 一个是献礼 一个是狐狸精 把他彻底迷入 姓贿赂 姓贿赂 是吗 出了一个现代词 这是一个 这最后怎么这个范蝉 又把他带上就走了 不是 他是一个美好的结局啊 他在范蝉就很知道进退 什么时候 这时候该该走了 要不然就该被杀了 对吧 范蝉是可以 他走了 有人征求过 征求过西施的意见吗 那咱们都不知道了 这种 其实他 他跟夫柴 他跟夫柴要是过得挺好的 那么夫柴被砍了头了 他心里多难过呀 王老师 这是这个男女平等的这种思路出来的 我就觉得这太可怜了 那您是不是觉得赵宏霞 有可能还真的跟雷正复有过那么一点感情 他不知道 反正在法庭上整天就见得哭哭啼啼的 一会儿说有感情 一会儿说没感情 一会儿说谈恋爱等等 不他说有感情啊 那可能是律师给出的主意吧 后来律师又出来否认了 说没有这一说 是网上说他们俩曾经有感情 后来赵宏霞律师说他没说过 大学之大在于大楼还是大师 我们反复强调 学校要建设一个优秀的学科 要请最优秀的教师 这时候我们忽略了 我们学校的根本任务是培养学生的 新生报道该如何重塑人生新目标 要准备吃苦 要准备和人合作 在大学里这四年时间 是要学做人 一临两周专访南开大学校长 恭贺 风云对话 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安排 重塑架控 升华舒适 桃花一世新生 这就是新世代的天籁 东风日禅 零九日古法 配桃花春去 采如极之水 汇圆酒精 年份软浆 五井共酒 你看现在就说真是说反腐这个口啊 从男女关系这下手 确实是很毒 但是呢 它又涉及到了一个人类最复杂的问题 我就觉得这个男女关系啊 它是很复杂的 就是有些手段或者是在具体过程当中发生的很多事情 你比如说王老师说觉得这个难过啊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近些年我看到一些事啊 这是我唯一的形容也是就是难过 也说不清为什么难过 就是觉得跟你这个感受一样 男女关系 本来男欢女爱是一件简单 甚至说性生活 对吧 是一个简单而美好的事情 但是呢 最后你比如说啊 咱们曾经议论过的 这个所谓的那个 那个编译局的那位 跟那个博士后什么常验 写了十几万字的这个东西 把两个人之间的这个关系都弄出来 在前不久还有一个呢 就是 说是中国一个什么某个电视台 后来那个电视台说 他已经不在我们这了 这么一个女主持人 然后呢 又也是跟一个国家的这个公务人员 党案局的一个什么一个一个人员 然后又举报 就说他呀 这个欺骗我 明明他结了婚 但是呢 他还向我求婚 甚至把这个求婚的这个视频 都端出来 说你看 他向我求婚 然后呢 他给了我多少钱 给了我一千万 还是怎么怎么着 我现在举报他 因为他现在啊 他这个不肯离婚等等 但是这个事情 你发现没有 男女关系的事情 一调查呢 反正你看公务机构的选择 就是你生活作风有问题 你先开了你 你就说这人已经不在我们党案局了 先开了你再说 然后这一具体调查又说 似乎他跟他前妻啊 不也不叫前妻 跟他原来的老婆 有过一个离婚协议 但是呢 没有办手续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他跟那个女的又是一个包养关系 还是一个什么关系 你看 对你说的 当我们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为什么老觉得有点难过 我就看那个编译局的那 看的特别难受 还真的就是从头到尾 我看了 你看出来 我绝对相信他们俩是到 也许开始不是这样 到后来是真的有感情了 那完全是一个就是 这个女的吃醋啊 那种嫉妒啊 那种心情太真实了 而且这个男的呢 就是不够狠 他也是因为他有了感情了 可能对这个女的 不管多少是有了感情了 所以他下不了那个狠手 你知道 然后最后这两个人 这种互相之间那种 完全是那种 在嫉妒当中又掺入了钱 又掺入了官位 公开是不公开 是要多少钱 他给了他钱以后 这女的又把那钱还回去 这完全弄不清了一谈 两个人都很可怜到最后 就这些事里头啊 咱们得稍微往形上说一下 我就还思索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文化 给人类带来了多少进步 多少快乐 多少这个提升 他同时文化又给人类带来了多少痛苦 比如性关系吧 他首先他是有一个生理的问题的 对 有生理的需要 生理的需要呢 这个 在动物里头就比较简单 但是呢 人类呢 是有文化的 所以人类骂一个人的时候 说你是禽兽 畜生 你是畜生 你是禽兽 这样的话呢 而人类的文化里头 其中有一部分 就是在性关系上的这种规范 所以把这个男女的关系呢 变成了一个道德问题了 为什么这个 像那个编译局的那个事呢 就是尤其中国人 叫万恶淫为首 百善孝为先 万恶呀 淫为首 这样的话呢 就使这个 有性生活的人呢 本身他就得躲着 藏着 包着 说不雅视频 你弄一个不雅视频 说完蛋就完蛋 对 你就是 就是领导想保护你 他都没法保护你 怎么保护你 你恶心了 你已经 群众中的形象 你已经败坏了 没错 你如果说他一上来 他还继续当领导 然后下边 拿一手机上网 看他那个 那个不雅视频 威风美了 首先一个民族 这是文化 就把它高度的道德化了 而且我觉得 这道德呀 它会引起一种反叛 引起一种 反道德的冲动 引起一种 破坏道德的 这种 这样一种诱惑 所以有些人呢 就恰恰在这个 性的问题上 就怎么不道德 他怎么干 你能理解 就说有些个 接出来说官员 一百多个情妇 这种事吗 我就是不能理解呀 甭说一 不是 他不累的话吗 另外一个 你说你就 你不烦吗 是啊 人家 一个人有 我就说一个男性来说 他对美丽的异性 或者是性感的异性 他有一种兴趣 我觉得这个丢人 丢不到哪儿去 不丢人 这样太不丢人了 也可耻不到哪儿去 对呀 可是他要是不是 就是追求数量 好像要要创 要创一丝记录 这是我完全不能够理解的 您是 您是讲究质的 那个是讲究量的 尤其是一个 我觉得就您刚才说的这句 就是万恶银为首 我也很觉得 能出这种成语的一个民族 这不是完全是一个性冷淡的 一个人出来的格言呀 怎么叫万恶 怎么能成银为首 我们都说 比如说有的民族说 金钱是什么万恶之源 你可以追踪他背后 那是一个什么人 他是要有一种清高也好 什么对钱 不能就是这个价值 万恶银为首 这银 我不知道这就是 可能是独家文化 这种造学家的 中世纪欧洲也这样 中世纪欧洲也这样 那么亚洲的其他一些地方 他都 我也不知道怎么造成的这个 可是有一种 因果报应的这种观察 却经常有事实 在我们面前出现 就这个事是为什么 就是凡是在性方面 享受较多的同志 你去看 好像这玩意儿 就是过多了呀 最后都出事 所以就是过去说的一种 色字头上一把刀 这没有什么道理 但是为什么我们经常会 你哪怕是 太哥伍兹 老虎伍兹 打高尔夫球那个 太哥伍兹也好 和谁想 你都会感觉到 谁这方面好像享受多了 玩多了 不是那看就是 最后老是出事 他有一个 你说就咱就想到什么 西门庆啊 魏阳生啊 这些人 那都是以量为主的 就不停的干 就这种 那是叫享乐吗 我觉得那就是老模 性老模 可以这么说 老为女性服务 众多的女性 不计不厌其烦 她没有厌倦 劳工 就一个人就像 就是说 拽饭 就变变变态 他永远在变态 有点变态 对 这利比多也太高了吧 然后最后 这这打针打的好像 这是 这个贝鲁斯科尼都说嘛 就说他老婆说 他都看医生的 这叫这个 sex addiction 就是叫性隐啊 有这确实人类 可能有少数人 有少数 他是这样 当代的中国教育 训练出大量专才 却没有培养出 世界级大师 至今仍没有 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得主 原因究竟何在 为什么中国学生 普遍缺乏批判力和创造力 当代中国的教育模式 存在哪一些严重弊病 怎样推进教育体制改革 如何制定 新的教育发展战略 充分发掘和发挥 中华民族的聪明才智 和创造力 红花廊 环宇大战略 星期日晚上 凤凰内协中安排 一种力量 汇聚东方智慧 靠近你 鼓舞你 成就你 同鼓舞 共发展 中国工商银行 咱们刚才说到一个万恶银为首 这是一个道德的标准的一个问题 也说到一个人的那种性贪婪 或者性战友 那个呢 是我觉得是 既是品德上的问题 道德上的问题 也是变态的问题 也有声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性完全法律化 法律化了以后呢 它就变成了一把剑 就是我通过这个 这个 揭露这个性关系上的某些情况吧 不但在道德上可以 催垮你 而且还可以能找出你的某些非法性来 是不是 这样它就变成一个更有力的武器 它就武器化了 你说的太好了 这个武器化 这也太可怕 我觉得真是 还不如两只猫 或者俩狗 或者是 甚至俩老鼠 是不是 它就是 就猫就叫的 朝你一点吧 它没有别的大鳄呀 哪有说一边这个干嘛 一边还大鳄的呀 然后政治化 国际政治化 是吧 国际间谍 对 那是一个 因为别人都给我讲 我自己没看过 是电影吗 是 是什么呀 说是一个英国的一个特工人员 和一个也自称是英国女性的做爱 但是在做爱的高潮到来的时候呢 这个女性说了一句德语 她暴露了 她是德国间谍 在她最高潮的时候 她就忘了这个忘情了 就出了一个 一个什么词 然后做完爱就把她枪毙了 这我经历以后也特别难受 我说这怎么 你怎么恶心怎么来 怎么难受 怎么 真是要遇到这种情况 我就羡慕猫猫 羡慕献 网上所以有一个说 说这人太坏了 说人吧 就是说他做什么吧 都安在我们动物身上 说这个 你看过那段子吗 有这段子 对对对 说谁没脑子 说猪头 我们猪干什么了 然后说谁 说谁跟谁结党营私 说叫狼狈为奸 说我们狼狈没干这个 然后说罪恶的一句话叫做 说这个人最差 就叫禽兽不如 说你其实不如 我们禽兽干什么了 所以说不是禽兽 是禽兽不如 是禽兽不如 对 是尽量不如禽兽的 而且您说的 利用这里边缴的我 又回到您说的 雷正复赵洪侠 除了为赵洪侠 我有时候我想想 我觉得为这雷正复 也有点难受 因为他是一个 特别丑的 这么一个男的 网上经常说 你那么丑 你什么什么 但是我注意他 还有一句话 就是他是不是在出庭的时候 还什么时候 他说了一句话 他就说 我其实不贪钱 但是我确实是好色 对 就是说 他有这么一个美女 来跟他好 哎呦 这不得了的 你知道吗 他觉得感动 他这件事 他可能真的晕了 对啊 他什么钱 他并不是真的 干部能挡住 他其实并不是说钱的事 挑战人性呢 没错 这个东西 直扎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贯文明启示录 一个美女 非要跟你睡觉不可 你说 除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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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oses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